而受到惡劣天氣影響 有旅客亦要滯留機場 和在機場的尼君雅談談 有多少班航班要延誤或取消呢? 陳姦,根據機管局所說 截至中午12時 計算抵達香港和離開香港的航班 取消的有110班 延誤的有241班 航空交通昨晚開始已經大受影響 有旅客亦因為這樣 決定提早一晚來到機場等 尤特打亂了不少旅客的行程 有一家大小買了今早的機票 去台北旅行 因為擔心打風搭不到車 提早一晚來到機場等 最後航班延誤了三小時 搭北學風球 早點過來 非試等 第一,叫沒有車 第二,小朋友早上 怕他起不到身 有旅客說 已經有心理準備 航班會受阻 昨晚大家都很焦慮 不知道今天氣味到飛 現在一直看情況 都沒有延遲 不是很嚴重 所以都很安心 亦有旅客因為旅費不足 要在機場過夜 旅客除了透過顯示屏留意航班的最新情況之外 機場亦即場提供各間航空公司的查詢熱線 等旅客可以再打電話跟進 雖然天文台較早之前已宣佈 下午可能會改發較低的台風訊號 但我們看看下午的航班 都可能會有些變動 好像在下午三點起飛 準備去東京或大阪的航班 就已宣佈了會延遲明天才會起飛 所以旅客出發之前 最好都是打電話給個別航空公司 問清楚才會出門口 我們會報到這麼多 先進時間加分明新聞報